好 敏鳳怎么观察双英正在对决 但是国民党的战真的很乱 国民党的内战正在开始 大家都是不惜这个浮出台面来硬杀了 因为金普冲就是跳出来 就是直接骂党中央 那你就是要 意思就是你去求 你就不用顾虑太多 就把球倒给侯友宜 他其实就是极力主张马上征召 就是征召侯友宜 可是连社稳就出来 出来讲说啊 怎么这样 不要吵架啊 吵到输怎样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勇郭跟勇吼的人 就是现在在火拼了 那火拼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又有人跑出来了 叫韩国瑜 韩国瑜就是台南市的 这个所谓韩国瑜自由会 突然大张旗鼓的 这边高喊韩国瑜会怎样 可是韩国瑜真的 真的是消失在政坛吗 其实我知道 就我知道 国民党中央run的三个人里面 第一个是侯友宜 第二个是郭台铭 第三个不是卢秀燕 是韩国瑜吗 是韩国瑜 也不是朱一伦 就是韩国瑜 而且内部人讲说 韩国瑜跟郭台的民调 虽然少一点 但是差没有很多 所以这些人 到底跟韩国瑜 在背后到底有没有 这个直接 关系说 你们就出来帮我照个事吧 反正我也在名单里头 那这个东西如果前面两个人 真的像这个 像最新的民调里面 虽然美丽岛说 这个赖兴德有跌下去 其实除了ET Today以外 他每个民调 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跟赖兴德都差12%左右 所以侯友宜 这种拉锯已经 已经拉大了嘛 那你拉大之后 你侯友宜如果说我选 我不会赢 我还要离开新北市的话 那我就 我可能又宣布不要选啊 那你郭台铭 党内的声音也很大啊 那现在 可是 那现在就是韩国瑜啊 因为我记得 那个初选民调里面 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做 党内人士优先 那郭台铭不是党内人士嘛 所以说到时候变成 如果侯友宜 侯友宜的拖到6月 他民调 还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这个主角就换人了 换成锅跟韩又再重复 2019年又再抢一遍啊 所以这就很好笑 国民党好像在轮回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离不开这个 这个所谓的锅啊 离不开所谓的韩啊 不晓得是在搞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说 今天这个韩国瑜的 这个韩国瑜自由会 突然有大动作 我觉得这背后不是单纯 我就是死忠的这个韩匪 然后出来闹一闹而已 他一定知道内部的民调里面 其实也有韩国瑜在里面 让 那韩国瑜其实就表示说什么 韩国瑜在2024的机会 不是没有 就是前面两个人 如果都挂掉的时候 搞不好就是他 他因为他都现在 也还没有松口 可是韩国瑜出来 当然啊 这个邱毅 这个蔡政委员讲说 他拿了500多万票 也比朱立伦 你当年选的这个 所谓2016年 是300多万 要多200万 那好像气势也很够啊 所以说这个国民党 现在是闹得不可开交 就是说连那个 这个现在是最强的诸侯 卷进去 然后一个 一个最大的生意人 郭台銘也卷进去 然后2022这个失败的人 被认为笑比的人 韩国瑜 他也卷进去了 那至于 卢秀燕的部分 其实外面有很多人在拱 这是卢秀燕的家庭背景 让他有些顾忌啊 主要是卢秀燕的夫家上面 对他参选这个部分 非常非常有问题 所以说卢秀燕 所以他会很明确的说 我不选我不选 而且他夫家有生意跟投资嘛 没错 这种生意投资 但是如果放大在全国性的检验 也是很大的变数 对 像是那个中国的选举的时候 就差点检验到他 夫家的这个生意 所以 夫家对他这个 再进一步 在政治上的发展呢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顾虑啊 那你现在国民党的 国民党现在已经 我觉得从 马英九到大陆去之后 我觉得一定会又新开展 另外一波的这个 这个内战啦 因为马英九到底会到大陆去做什么东西 其实大家都很怀疑 因为如果你丁宣祥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怀疑说 你到底 真的不会见习近平吗 那你见了习近平之后 是不是会 帮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定调 然后 所以今天不是 有人在登朱立伦讲说 国民党 国民党要把党章修改为 这个所谓九二共识 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预防性的 在预防这个马英九 在中国大陆的言行 这个东西就是等着看 如果说整个这个 马英九在中共那边的谈话 有一些很大的漏洞的时候 我相信啊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大选的民调 一定又是以很大的一个冲击 可能连救都没办法救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变数很大 然后加上内部 马英九如果刚好在中国 就讲了中华民国呢 那你就 就是平分嘛 就是没有失分 可是他一去 大家就觉得说你是亲中 而且现在年轻人 非常讨厌中共 那他带了三十多个年轻人 是在帮中共的忙 帮到底了 那中共就 对台湾年轻人来讲 中共离我们就是 不是同一个国家 就是离很远嘛 很多朋友就讲说 我们那些小朋友就说 中共的LINE上面 如果可以有LINE 然后之前有阵子是开放LINE嘛 LINE上面图片是不能出来的 那就是很多小朋友说 如果LINE上面可以显出图片 爸爸你再来跟我讲 我们两岸统一的事情 那现在中共好了 连LINE都不准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岸的这个基层 就是说天然乳气差异很大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的这个中共之行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那你今天丁薛祥竟然出来了 到底会不会见习近平 就变成一个悬念了 那见习近平之后 会不会真的帮两岸 在国民党上面定调 这个朱立文今天讲这些话 是有预防性的 那这个预防性的事情呢 会不会发生 然后对于这个2024国民党 不管是侯友宜什么还是谁 出来都冲击非常非常的大